我就搞不明白 团长和叔叔在搞什么 你说说看 我每天都做成这样了 没人管了是不是 反正我不去台湾 去台湾我媳妇怎么办 腾音哥 你怎么办 我都不知道 我到底在干什么 那蝴蝶 你倒是说一句话呀 你是怎么想的 我刚才有什么想法呀 团长说去哪儿就去哪儿变 那你不管你儿子了你 团长变了 真的变了 原来跟咱们行影独立的 你再看现在 成年跟叔叔讲话在一起 讲话什么也不知道 各位 都在这儿 请稍息 怎么 在聊些什么 怎么都不说话了 你们现在有事情 也不跟我说 团长 不是我们什么事情都不跟你说 应该是你有什么事情都不跟我们说 你说什么意思啊 没意思 有什么不能说的 团长 我觉得你现在跟我们不是一条心 干嘛呢 团长 原来你跟我们说过生死与共 现在呢 局势这么乱 你什么都不跟我们讲 我们怎么办 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 我们要去台湾 去台湾 去台湾 去台湾干什么 我不去 你什么贵地方啊 我还不如现在离队 留在上海得了 我也不去台湾 我要回日本去 我也不去台湾 团长 你变了 你变得我们都不认识你了 原来你什么都跟我们讲 可现在 你什么都不跟我们说 对 我就不明白了 你一天到晚跟书生 在一起搞什么 就算造反 那也得带上我们几个吧 小K 你瞎说什么 什么造反不造反的 怎么了 造反怎么了 造反他怎么了 我小K是出生入死的 没怕过谁 你隐瞒我们什么 你到底隐瞒我们什么 我知道 你们对我有怨言 但是我在这里要问你们 从我们共事以来 我陈一鸣 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们了 如果没有 为什么现在不相信我 信得过我的人 就跟我上船 如果你们要走的话 我也不勉强你们 但是你们一定会后悔 因为我要带你们上的那艘船 是要开往光明彼岸的 团长只能说这么多了 如果你们还相信团长 相信我 就耐心掌揽 今天晚上要上船了 我们还有很多事情传来 弟兄们 相信我 我们一定会有光明的前途 老风 你跟我出来一下 老风 我们两个共事了这么多年 你是第一次用这种眼神看我 因为你变了 怎么 连你都不相信我了 不 是你不相信我 所有人都看得出来 你跟书生在搞明堂 你不跟他们解释 我能够理解 但是连我也不说 你到底把我看成什么了 我一直把你当成是自己的兄弟 够了 没有人这样子做兄弟的 我一直把你当成大哥 但是你却没有把我当成小弟 那你想要知道些什么 我想知道 我们到底出路在哪儿 我们去了台湾 根本没有什么好出路 我不会带你们去台湾了 我要带你们去投奔共产党 我准备起义 不过 共党会收留我们了 嗯 他们不但收留我们 还让我们继续带着反兵 只不过是新中国的散兵 从以前到现在 我对国民党的事没有什么感觉 一直以来我都跟你说 你去哪儿我去哪儿 不过为什么不跟其他队员说呢 书生一直在说 我们里面有保密局的人 你应该知道 现在市局已经乱到 不能够随便相信人的地位 我都会让你去哪儿 是 那边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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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是 不过是 我来说 我来说 你怎么做 我来说 你现在不认识 我来说 到最后关头 千万不要开枪 是 他们怎么也来了 陈团长 我过去看一下 凌人 你们怎么回来了 不是说你受伤了吗 你这不是好好的吗 我现在没时间跟你们解释那么多 来 跟我上船 去哪 部队要撤往台湾 去台湾 是 你是怕我们走不了是不是 我们医院明天就走了 你放心吧 对方 我们回医院去 等不了明天了 站住 走 你们怎么来了 布哥 是 他们说你们都受伤了 受伤 我们哪有伤 不管了 不管了 趴在我们家团去的 走 赶紧 人我可是都给你带来了 幸福老高 哎 怎么多人呢 这很有点费事了 孩子现在不在学校 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是不是在保密局手里 我们现在到处找他呢 一定要找到 拜托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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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船长 冯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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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 一言难尽呢 兄弟我一直等着去台湾的船 我的这帮弟兄 他们在前线 拼死杀敌 一血奋战 可是那些打官贵人 他们却连自己的狗 都要连到台湾去 哪里还管得了我们兄弟的死 好 我听说散民团要去台湾 这才觉得有了求生的可能 陈船长 带上我们吧 怎么了 陈船长 陈船长 也不肯给我们兄弟一条活路吗 算了 没人喜欢宪兵 没人会喜欢宪兵对吗 弟兄们 你们出生入死 跟了我冯航刚这么多年 我冯航刚对不住你们 但是从今往后 我们弟兄 生在今生 死在今死 我们走 等等 怎么 陈船长还有什么吩咐 海上风浪大 你的弟兄伤员很多 我会派卫生连照顾你们的 陈船长何必勉强呢 只要我有一条路走 我就不会丢下你和你的弟兄来 董元刚 到 安排他们上船 是 来吧 谢谢 他们的枪怎么办 收了吗 不行 不行 文航刚 他是个聪明人 收了他的枪 他一定会警惕起来 通过快点 这个 放在第一个的上面 我们先忙去吧 我们先忙去吧 张国枫 团长要见你 张国枫 进来 进来 团长 带到了 给他松绑 是 老冯 有 我要单独和他谈一下 是 坐 我要你坐 你当了逃兵 其实这也不能怪你 你是一个有文化的军人 应该明白我话里的意思吧 团长 就算到了台湾 伞兵团又有什么出路呢 那不是你担心的问题 那是我的事 你现在要担心的是 你在提前逃亡 如果上了军事法庭 那可是死罪 反正都是死 团长 不如你把我就地解决了吧 不好 离家家近一点 作为伞兵 如果遇到死亡的时候 你要怎么面对啊 这些我都教过你们了 难道你忘了吗 报告 没有 伞兵是最危险的兵种 从天而降 深入敌后 没有后援 身为伞兵 要有饱满的斗志 现身的精神 死亡和危险是伞兵的翅膀 遇到死亡危险 要决地求生 以死相报 好 那你现在 为什么又想死呢 我违抗了军令 临阵脱逃 那是死罪 但是 我逃以前就想好了 为什么想逃呢 我不想去台湾 所以以死相波 怎么会放弃了呢 因为 因为我禁仰团长 好 我现在 就给你个机会 你可以一枪打死我 不 不可能 团长 团俩一直是我的榜样 是我心中的神 那么 我的命令 你都会去贯彻执行吗 决绝服从 那好 我现在 就给你一个 以死相搏的机会 团长 您什么意思 我们真正的目的地 不是台湾 而是共军的解放区 连云港 团长的意思是 我们投降共党 不是投降 是起义 你敢不敢跟我一起干 敢 反正都是死 有什么不敢的 好 从现在开始 你还是我的副官 记着 在起义的过程里 如果遇到任何抵抗 千大腿 不要伤了他们的性命 毕竟 他们也都是我们训练出来的兵们 他们也都是中国人 是 团长 我感觉的 我没有跟错您的 天主任 你怎么了 老连长 兄弟 我有点不适应海上的生活 那 这一路上 可就委屈你了 老连长 一想到 能去台湾 我什么苦痛的受 好吧 你歇会儿吧 先走了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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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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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你们大家跟我一直以来都知道我是中党爱国的 可是我今天做出了这个选择也是有我的原因 但是我更相信你们也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反正我也不是国民党既然你们都翻水了那我干嘛还给国民党送葬呢 其他的人呢 我也没问题 真的 我一个日本人 我更没有问题 好 那也就是说我们都同一起 现在我们就按照作战计划 与纠察队一起控制宣传 你们俩在干嘛 请您配合我们的工作 这是团长的命令 你笑话吧 我一个正站住主任 被自己的兵给转进起来 我们 过来 我去买去吧 我去买去吧 你 ORG 买去买去吧 我去买去吧 我去买去吧 快点 你都去买去吧 你是银雀 我就是银雀 怎么会是你 我真没想到 方初郎 我对你的工作 非常不满意 三兵团起义 这么大的事情 你居然实现一点都不知道 他们很小心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 看来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什么路 我不是告诉过你的备用方案吗 怎么 你觉得还有别的主意吗 意思是说 我再也见不到我儿子了 毛局长答应你 一定会好好抚养你的儿子 你也是 我们保密局的劣势 你放心 这恐怕是你见到最好的结果吧 你 还有什么意见 没有 蝴蝶呢 蝴蝶还没过来 不等他了 现在开始对时 现在时间是 五点三十九分 我们六点钟 准时开始行动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没有 好 那就各就各位 出发 是 是 林长来了 大家接客 兄弟们 你们都是我能相信的好兄弟 还有十五分钟 我们就要开始行动了 我们这是造反 你们怕我吗 我 好 一会儿 各司其职 需要动手的时候 下手一定要准 不要犹豫 不过要记住 那些都是我们 朝夕相处的好兄弟 所以尽量往腿上打 懂吗 行动 哎 你怎么了 还不睡觉 我有点难受 我想到家 晚上就吵吵吵气 那你吵吵吵吵吵吵 好吧 谢谢啊 五十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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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 胡椒姐姐! 小桂花! 胡椒姐姐! 你不能这样! 我求求你 别顺得见 你不能打死的爱人家 我告诉你 我是为了我儿子 我求求你 别顺得见 小鬼话 你不能接 小鬼话 小鬼话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小鬼话 小鬼话 让人家 快快快 小鬼话 小鬼话 我求求你 小鬼话 都可追了 荣公风 到 你在外面等着 是 台湾方面 有没有来电报 报告长官 目前还没有 那最后一次跟我们联络 是什么时候 大概五个小时之前 好 如果再有电报的话 我要第一时间知道 是 困了困了 团长 我先回去休息了 团长 跟你说个事 小心身边有内蒙 做大事要注意细节 回去了 回去了 看到窗户封没有 看看别的 给我走 团长 您好 团长 您叫我看了冯荫 看冯荫 团长 想最后争取一下冯荫长 他们 他们都是县兵的 反正都是兵嘛 谁 是 我是谁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是否忠诚当国 什么意思 你们二位怎么来了 团长 让我们四处看看 小心匪谍作乱 我们这条舰艇上 除了你们散兵团 就是海军了 哪来的匪谍 这可不好说 这可不好说啊 现在匪谍可是无恐无辱 你的意思是说 匪谍很有可能混进你们散兵团 俗话说得好 不是庐山真面目 只原身在此山中啊 只怕匪谍站在你的面前 你都认不出来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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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这艘船 不会去台湾 什么 陈一鸣和他的死党 会在船上骑 这艘船的目的地 是江苏的连云港 连云港 那不是共区吗 你现在知道怎么回事了 下面 就看你 你是否真的忠诚当国了 嗯 起来起来 出事了快 都起来出事了 都起来快 眼镜头 哪把你掐手 快点 快 想不想动手啊 终于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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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 终于 soldier 终于 疯似服务 军师在控制当中 什么意思 没有听见枪声吗 还不赶紧看看 是哪来的匪谍 我不就是 废谍 不许动 这是新的航海图 按照我说的航行怎么办 现在我是舰长 执行 他坐呢 上面有东西 给我们子弹 安静 退回去 干什么 没听到上面有枪声吗 你要再说我逼了你 想造反吗 对 我们就是造反 我告诉你们 这船不去台湾 去连鱼岛 你们脑子进水了 你们不想回家吗 不想回到自己父母身边 你们想继续当 中国人打中国人的炮灰吗 我告诉你们 我们在回家的路上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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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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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鳳哥 命令你的弟兄 放下手中武器 程长长 你我都是大国军人 你说 为什么要偷告公匪 你该很清楚 大势已去 不要再制造中国人 打中国人的悲剧了 阿民兄弟们 我们都曾经在军期下宣户室 你都让兄们曾经在誓言了吗 我知道你不愿意 投奔共产党 我不勉强你 只要你放下手中的武器 程船长 你是个军人 我也是在执行我的命令 我尽力不要逼我 内战已经结束了 不要再互相残杀了 放下枪 你真的能保住我兄弟的安全吗 我用我的人格 来担保你们的人身安全 我凭什么相信你 难道你手上一定的 不要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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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开的枪 让客型 把柯uter给我抓住 别动 你这个叛徒 我不是叛徒 我是忠诚国的国家 我一直把你当做我的榜样 虽然 我是保密局的人 但是 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 你对党国的忠诚 在我心里 你是最完美的党国军人 你 你怎么能叛变呢 张国风 放下你的武器 我不希望再有中国人 死在这条船上 你别以为逃犯了共产党 就能加关进绝了 共党 是不会信任你 我不管共产党信不信任我 我绝对不会带着我的三千多名弟兄 离乡背景 他们的父母在这里 你的父母也在这里 难道你就想一辈子不见他们吗 你还想鸡鱼当炮灰吗 张国风 我知道你是一个有见地 有文化的人 你应该很清楚 历史已经选择了共产党 对 你是 可能选择了共产党 但是 我宁愿做文天祥 张国风 智子 让这些日本人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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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 再来 来 要来 你 你 的话 好 保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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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v 保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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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主任 您来得正好 我是保密局的人 代号皇主郎 传着要变变 你干什么 我是保密局的人 不好意思 我不是保密局的人 我是中国共产党员 中央社会科情报员 我的代号是 黑桃A 你是共党 对 你是被蒙蔽的 保密局是什么样的东西 我比你更清楚 放下武器 你们都会没事的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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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蝴蝶 不要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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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蝴蝶 蝴蝶 救命 救命 蝴蝶 救命 救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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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是为了要解救千千万万苦难的同胞 第二 是不希望各位弟兄们再继续当炮灰 现在 我宣布 散鞭团 起 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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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的故事再也无人知晓 我们的青春已注入这片大地 总有人对我说岁月无情 岁月无情消失了多少豪气沉默 岁月无情 沉默了多少未也结果 岁月无情 岁月无情消失了多少豪气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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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月无情消失了多少豪气沉默